你好,这里是爱好选一篇的兔子 今天带来东野贵吾推理系列 这是由东野贵吾三本短片推理小说中挑选的11个故事而成 每集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第二集,没有犯人的杀人业 6月5日,岸田家发生了命案 死者是家里聘请的家庭教师巴木 犯下这个滔天大祸的就是岸田的小儿子 而另一名家教拖也目睹了这一切 正准备报警 岸田连忙阻止,承诺给他500万封口费 拖也内心是拒绝的,连忙起身准备走 岸田情急之下把封口费提高到2000万 拖也心动了,来到卫生间洗脸清醒一下 但还是难以压制住内心的欲望 答应了这个条件,他真的太需要钱了 深夜,拖也和岸田的大儿子驱车来到深山 挖了坑买好尸体 用早已准备好的硫酸泼向巴木的脸 处理完尸体后,拖也让岸田一家假装不认识巴木 当作他从来没有来过 因为怕邻居看到过巴木进出 拖也决定找一个和他相似的人来顶替 毕竟只来过三天 邻居应该还没有记住长相 次日,拖也来到巴木家销毁证据 拿走了一切和家教有关的东西 仔细检查着,这时发现一个相框 照片里的人竟是拖也 随后拖也把相框收走了 处理完毕后,让女友代替巴木来岸田家补课 因为刻意打扮的和巴木一模一样 邻居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一切都按着计划顺利进行 可过了一周,安田联系到拖也 原来因为妹妹的失踪 巴木哥哥来打听下落了 并且从木哥口中得知 巴木的真名叫游记子 拖也早就预料到了 因为他在巴木家搜索信件的时候 名字都是游记子 不过这并不重要 只要大家口供一致 假装不认识巴木就行了 即使看到木哥拿出照片 也坚称自己没有见过他 木哥声称自己看到巴木的日历上 写着来岸田家拜访的时间 所以才来询问的 可拖也确认自己再三检查过日历 是没问题的 那么木哥为什么要说谎呢 等了半天巴木也没有出现 木哥便离开了 此时岸田一家开始慌张起来 虽然拖也觉得木哥是虚张声势 但是实在不明白 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次日,拖也来到岸田公司 原来经过调查得知 岸田与巴木的父亲以前是合作伙伴 不过对方因为意外去世了 拖也大开脑洞 他认为巴木兄妹良因为怨恨 化名潜入岸田家当家教 事情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眼看风险越来越大 为了让拖也继续帮忙 岸田只好再追加一千万给他 这时拖也露出了贪婪的笑容 但他再次强调 出了意外千万不要把他扯进去 可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巴木的尸体露了出来 很快就上了新闻 经过法医尸检 面部腐烂 牙齿都被敲掉了 在石道中发现了口香糖 看到新闻的木哥立刻来了警局 警方很快就开始对岸田家进行调查 但是他们就是坚称不认识巴木 这天警方也找到了拖也 问他认不认识照片中的女人 他依旧说不认识 还假装对巴木死亡不清楚的样子 询问无果 警察带着拖也来到岸田家 这下人员全部齐了 即使每个人都一口咬死 不认识巴木 警察也坚信死者生前一定来过这里 警察跟拖也说 刚才给他看的照片 他一眼就说不认识照片上的女人 即使木哥之前给他看过 怎么可能会记得那么清楚呢 拖也表示自己因为是老师 所以记忆力很好 而且他不光是看人 还看了风景和结构 即使不记得人长什么样 看风景也能看出来 这时警察笑着拿出两张照片 原来警察拿的照片和木哥给的照片 完全不一样 两张照片背景差距十分大 当时拖也看了一眼就说不认识他 说明他对照片中的女人印象十分深刻 至少是认识他长相的 警察给大家施压 说只要进行化学检测 就能检测出家里是否有血迹的反应 小儿子心里的防线崩塌了 终于忍不住说了事情 在案发当晚 因为自己不会削苹果皮 被巴木嘲笑 二人争执时不小心误杀了他 真相大白 小儿子被警方逮捕 事情似乎暂时告一段落 可晚上女友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巴木死的时候拖也心痛了吗 原来拖也和巴木交往过 他没有回答 只是说要拿着钱和女友一起去旅游 终于到了拿钱的日子 来到岸田家 可警察早已在此等候着他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 巴木之前在夜总会上班 半年前700万的存款 如今只剩几万元 然而却并没有使用过这一大笔钱的痕迹 从木哥那里得知 妹妹巴木曾经跟他透露 近期自己有一大笔钱会进账 但是那一大笔钱要怎么来呢 警方推测他想把小儿子制造成杀人犯 然后再进行勒索 他负责装死 让同伴索取风口费 案发当晚 巴木事先抽出自己的血藏在胸口 再煽动小儿子拿刀 只要有点医学尝试的人就能做到这点 自尊心极强的父亲 情绪不稳定的小儿子 这个计划就是精心为他们定制的 判发现场的血迹证明了警方的猜想 因为留下的血迹十分少 不符合刺重胸口的伤 所以这个计划中不存在杀人犯 计划如想的一样顺利拿得封口费 只是巴木没想到 一场阴谋正在等待着他 原来到了目的地后 拓也竟真的杀了巴木 他还威胁大儿子不要说出去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刚才车上 巴木吃的口香糖留下了破绽 巴木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咽下了口香糖 导致口香糖留在石道中 成了关键的破案线索 最后警察问拓也的杀人动机 拓也抽着烟冷漠地说着理由 仅仅是因为巴木想和他结婚 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没有犯人的杀人夜》 是《东野贵无推理》系列的第二集 如果对本剧关心的小伙伴 可以订阅兔仔 即使收看下一集精彩内容 这里是兔仔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